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主恩永相伴 我们读诗篇 今天来让我们读诗篇的第44篇 这一篇的内容在讲 神的子民在遭受大患难的时候 向神的求告师 神是他们在仇敌面前的倚靠 我们来把今天的经文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八节 诗人回顾 以往的征战得胜 有神的帮助 不凭己力 第二段是九到十六节 诗人讲如今遭神丢弃 今日遭神丢弃后 所落入的失败的光景 第三段是十七节到二十六节 神的百姓在空空艰难中 坚守信仰 他们再向主求告 愿主救赎帮助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经文这样说 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 或向别神举手 神岂不见察这事吗 因为祂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我们为你的缘故 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江崽的羊 以上是今天的要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已经读完了 诗篇的四十二篇 四十三篇 我们说过 这两篇诗是联为一体的 虽然分成两篇读 但诗的作者是一位 内容也是同一个 都是在讲诗人 在忧闷 烦躁的心情中 继续向神仰望 并且坚定的信靠 我们今天要看的 第四十四篇 按照诗前面的标注 也同样是 可拉后裔所写的 训会诗 被交于领长 但这篇诗 产生的背景不详 有不少的人猜 它很可能是在 历代之下 第二十章当中所记载的 当南国犹大王约沙法在位时 面对东方的敌人入侵时 诗人做了这诗 但这诗并非是个人的创作 而是向国家的王 或军事的统帅 并国中的祭司 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 所以这诗不是个人化的 乃是公开给神的国民的 乃是代表着全民族 在神面前祷告的心声 今天的经文虽然长一些 但是内容简单清晰 我们就讲的概括一些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一到八节 诗人在神的面前 豪迈地加以回顾 以往征战的胜利 全都是由于神的帮助 并非靠着百姓自己的武力 从第一节到八节 开头是向神祷告 提到神所有在古时 也就是当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 诗人特别向神提及 他们都听到了 以前的世代 列祖们一辈又一辈的 也将神的作为 其事都传递下去了 跟现世代的人已经都讲过了 所以在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 古代的列祖 已经尽上了他们的本分 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当他们曾经目睹神伟大的救赎作为 他们就向下传讲 一代一代往后诉说 而作为后世代的人 他们就要负起耳朵听的责任 到了关键的时候 人就不可以推脱说 我没听见过 人所听见过的 都是论到神伟大的拯救 这乃是以色列列祖 在古代的时候 所独享的恩典 因为以色列乃是神拣选的民族 第二节所讲的 就是神曾经做过什么 经文说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 这是提到迦南地的征服 却栽培了我们列祖 这是指神让约书亚世代的 以色列民 得以在迦南美地生根 你古代列邦 却叫我们列祖发达 这都是在讲 神赐福给他的产业 就是以色列 第三节所提的 是归荣耀给主 诗人强调 一个世世代代 百姓所流传的一个事实 那便是 神的百姓得迦南美地为业 不是靠自己手中所拿的刀剑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臂得胜 靠的乃是神的右手 和神的绑臂 以及神脸上的亮光 很简单 因为神喜悦他的百姓 那这一切都在提醒神 谢谢你在以往所做的 其实诗中有暗示 你要不要在这个世代 为我们做新事 第四节到第八节 是诗人继续在神的面前 夸耀神的能力 第四节提到 神是百姓的王 所以神一发令 就可以令雅各得圣 第五节 神成为百姓的靠赖 因为神要推倒百姓的仇敌 神的百姓也要靠主的名 践踏那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第六节又重复了第三节的讲法 让我们很自然的想起 之前的经文提到 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 靠马得救是枉然的 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 这是诗篇的第三十三篇 第十六节十七节 十篇二十篇第七节也说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 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所以这里说 因我必不靠我的功 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 最终是神救了百姓脱离敌人 也是恨神的子民的人羞愧 第七节 既然仇敌是羞愧的 那蒙救赎的百姓 便终日因神夸耀 并且还要永远地称谢神的名 这是第八节 当我们看到这一到八节第一段的时候 这实在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赞美诗歌 甚至以往所行的歧视 和对他的民所行的大能拯救的作为 就被简单额要地加以归纳和总结了 通常如果这种格调一直延伸下去 那整篇诗就将会非常的昂扬喜乐 并充满得胜的荣耀 但偏偏在第八节的后面 出现了细拉两个字 这就意味着整篇诗将会带来意境上的转折 若是在当时是神的民整体地在神的面前祷告的话 也就意味着当祷告到第八节 下面就出现一段刻意的静默 于是神的百姓就在此时此刻 在神的面前接受光照 省察和思想 那下面的祷告 还有整个国家 包括神的民个体 在神的面前的真正需要 究竟都是些什么 与我们通常所期盼的诗歌不同 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思路 人们会把消极的部分 负面的部分 悲哀的部分 伤心的部分 低沉的部分 讲在前面 然后将高昂的 鼓舞人心的 振奋人的灵的 相应的内容放在后面 这就起到 先低后高 先沮丧后振奋的 一个基本规律 会让人的心 比较容易得造就 但本篇诗不同 那别的诗篇 也有类似的现象 当本篇诗结束了第一段 以色列民 整体的进入到 希腊的经验当中之后 于是第二节 第三节 就迈入了 一个在神面前 较为深沉的 思想的阶段 在这后两段当中 神让神的百姓 看到的 体验到的 领受到的 有很多 那我们接着看一下 九节到十六节 这第二段 看看这一段 在讲什么 当第一段我们看到 神是那样的乐意 帮助他的百姓 他的百姓 以往所取得的军事行动 方面的胜利 得地为业 等等等等 都是靠着神 但从第九节开始 诗人所讲到的 就是如今 神已经丢弃了 我们的光景 而神丢弃了神的百姓 所引发的光景是 让神的百姓受辱 那具体的情况就是 在神的百姓的军兵中 已经没有神 再与他们同去 要知道 这是非常悲惨的 因为 在《撒末尔记》当中 当提到 以利的两个儿子 虽然抬了 也好好的约贵 上战场 与非利式人打仗 神 也不与百姓同去 结果百姓不单单战败 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 甚至约贵 都遭受到朝敌的掳掠 因此 从古至今 神的百姓当中 最悲惨的经验莫过于 神的子民 出征 要与仇敌征战 但是神 却不与 他们的军兵同去 第十节 一直到第十六节 诗人都沉浸在 神丢弃他们 不与他们同在 所引发的 一系列悲惨的后果的 伤痛和难过之中 这一切的表象 都显然在说明 百姓已经不再是神 赐福的中心 因为那从前 中日因神夸耀 而且要称谢神的名的理由 现今都不复存在 这就是第八节所说的 我们看一下从第十节往后 诗人所说的 百姓所遭受到的羞辱和失败 究竟都是怎样 第十节说的是 神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 导致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 这是在讲军事方面的势力 敌人明显得胜 第十一节要更加严重 你又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 而且是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 我们讲到诗篇的四十二篇 四十三篇的时候 就有说过 诗人当时很可能已经被仇敌 掳到外国去了 所以在以色列人分成南国北国的阶段 都曾经有百姓被敌国掳到外邦 第十二节是诗人在向神讲理 说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 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 这是在讲神置他的百姓于不顾 同时也是在说 神的百姓一旦被仇敌掳掠 仇敌就将他们当中的人卖作奴隶 不再有人身自由 于是诗人大祸不及 他将这责任推给神 认定是神有意卖了他的子民 但这又何必呢 因为神卖了子民也赚不到钱 即使他的子民被卖为奴 那一点点的价值也不增加神什么 十三节所讲的 是以色列神的国 因为打败仗而在国际间的影响 他们乃是受邻国的羞辱 被四围的人吃笑 击刺 以后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经文提到外邦人当路过西安 路过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来叹息 那曾经是荣耀的大城 如今怎么败落到如此的光景 大家可以去参考 像是伊利米埃哥 二章的第十五节 十四节也是如此 诗人认为 神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 使众民向我们摇头 十五节讲的是诗人的感受 其实也是领袖和全体国民的感受 那便是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 在前面第七节 当神帮助自己的百姓的时候 那原本羞愧的乃是仇敌 但如今羞愧却出现在神子民的脸上 十六节就讲了诗人和全体国民羞愧的原因 乃是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 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 伊利米埃哥的二章十五节 到下一节第十六节 就说到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 他们吃笑又怯齿说 我们吞灭他 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 我们亲眼看见了 所以当仇敌 骄横 狂傲 认为他们夺取西安的日子已经到来 那么爆亏蒙羞的就轮到了神的百姓 我们应该说 对神的子民而言 这痛苦的感觉 谢谢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